我都不知道哪一句跟我講過 也有很多人跟我講過 說英文是不用跟Tense的 我告訴你這個是大錯特錯 什麼時候說不用跟 說和寫都要跟 第一天去到 如果你是說英文 我從頭到尾都以為這學校讀 以為這學校的名字是讀Cata 但去到才馬上是 Caturing 在香港的時候 我都說我的左道不驚慌 我成績是不差的 我成績算是好的那批 經文一向都不差 但一到當地 首先聽 我以前不明白 我考的listening OK的 但去到 不太聽得明白 其實聽得明白 如果你上課 基本上是聽明白的 上課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問題是跟同學溝通 例如上課 你想偷雞的聊天 但我聽得明白她說什麼 她說話 我不喜歡說話 在香港 譬如你學 oral 或者平時上英文課 通常人們會說 可以的 其實明白就行的 外國人 或者俗聽說 那些鬼仔那些 不跟书 不用怕 明白就行 去到什麼時候 當然 每個都跟书 怎會不跟书 我初初當然覺得不行 說得懶得流利就行 我講 譬如很簡單 I go yesterday 他就只差點被掩蓋我 你怎會 I go yesterday 有 past tense 這樣那樣 這是我最大的分別 我都不知哪一個跟我說過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過 說英文是不用跟tense的 我告訴你這是大錯特錯 什麼時候我不用跟 說和寫都要跟 哇 真的罵得很厲害 譬如在Borning的時候 走廊頭聽到我們說中文 走廊尾已經衝過來罵 我想她的原意就是說 如果你們來到英國 你都繼續幾個聚馬 一起說自己本身的語言 那你怎會學英文呢 我當年 其實真的幫到我們 就是說這種樂是真的有幫到我們